很多民众都有做过尿疫检查的经验 当发现有血尿时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 最常见的泌尿道感染或结石 其他比较少见的血尿原因 像是泌尿道肿瘤、受伤、肾炎 或男性的摄护腺问题 都要特别注意 如果只是单独一次的检验出现血尿 未必是真的有问题 因此临床上遇到轻微的血尿 医师常会建议病患重复裁剪尿液 避免可能会影响检查结果的食物和药物 而女性也要注意 检验尿疫时要避开惊奇 这样比较能得到正确可信赖的尿疫检查结果 复检如果确定有血尿 需要同时配合尿疫沉渣进检 也就是用显微镜去检验尿疫里的细胞和物质 血尿的原因很多 最常见当然在泌尿科诊间 常见包括是结石感染 当然有一些外伤也可能造成血尿 甚至有些摄护腺肥带也可能会有血尿 那大家最害怕的是说 有没有可能是有肿瘤 泌尿道结石是血尿常见的原因之一 但是很多泌尿道结石完全没有症状 只是偶然在检查时意外发现有结石 在这样的情况其实不一定要把结石移除 但是有些泌尿道结石的症状就很明显 血尿在我们泌尿科的门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 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可以将血尿 出分为疼痛性血尿 还有无痛性血尿 疼痛性血尿的原因包括尿路系统的结石 尿路感染 外伤 兼职性膀胱炎 这些原因又与泌尿道感染 尿路结石最为常见 据了解导致血尿众多原因当中 有一项是肾结石 目前台湾尿路系统结石人数大约7% 估计有160万人左右深受困扰 民众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无痛性血尿 这些血尿不会造成任何的不舒服 只有排尿的时候尿液成淡粉红色 或是有血字血块 而且血尿出现的频率断断续续 时有时无 这更容易让民众忽略 无痛性血尿最常见的原因是 泌尿系统的癌症 例如肾脏癌 输尿管癌 膀胱癌 尿道癌等等 50岁到70岁有抽烟习惯 或是常常吸到二手烟的民众 如果发生了无痛性的血尿 要特别怀疑是否罹患了 尿路系统的癌症 尿路结石可以粗分为两类 一个是塑尿管结石 一个是肾脏结石 那塑尿管结石一般来说 就是肾脏的结石掉到塑尿管里面 它通常会造成疼痛还有血尿 严重的状况会造成肾积水 病人会有呕吐的症状 或者是发烧 水肾造成的感染 那这通常都是要来急诊室处理 肾脏结石如果慢慢扩大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肾脏的慢性发炎 严重的话甚至会从肾脏里面 长出恶性肿瘤 如果真的结石的数量太多 太大的话 我们就会建议筋疲穿肾的取食手术 那现在有比较新的技术 就是所谓的软式塑尿管径碎食手术 它可以借由弯曲的软式塑尿管径 进入肾脏把残余的结石都清除干净 小病颜色偏红 那不一定是真的是小病出血 还要经过进一步的检查 那如果来医院检查呢 我们用一些显微镜的检查 发现真的有红血球在里面的话 那可能是真的所谓的血尿 医师提醒 不论是疼痛性的血尿 或无痛性的血尿 一定要就医检查 尽早发现病因及时介入 才不会延迟治疗 TVBS新闻徐国恒 陈如环 蒋世伟 台北采访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